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vie 今天想說一說的就是 燃燒奧德塞 究竟怎樣玩得比較好呢 有些剛剛開始玩的朋友 問這個問題 其實很簡單而已 首先你要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拿到抽屜的石頭 即是召喚角色的石頭 首先講到最基本的 首先就是主線任務 主線任務 雖然你可能進入之後會發現 我打完之後就拿完了 其實並不是的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當你打完之後 它只會有一個CLEAR的字眼 你只拿了頭五顆 基本上每一場是可以拿到十顆的 如果你只得CLEAR的話 你可以完成它 完成它的武賽 這樣就可以拿到那五顆石頭 給它一個比較清晰一點 大家看到現在已經完成了兩顆 我有一些還未完成的 例如第三個主線 第三章 大家看到是全部CLEAR的 如果你說... 哦...那就是還有十五顆 這裡有三關 如果你說打齊了所有材料 這樣就會有了 大家看到現在的特產物 那裡有三個是灰了的 如果打完它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一個...真真正正正的任務 這樣就可以拿到五顆石頭 那主線拿石就說到這裡了 還有什麼可以拿石頭呢? 還有PVP可以拿石頭 究竟怎樣拿石頭呢? 其實你盡量不要浪費BP這件事 如果你有的時候就盡力使用它 那打的時候又怎樣呢? 其實怎樣可以多贏一點呢? 其實很簡單而已 現在基本上是自控的 即是你玩好一點點屬性 例如火你打木呀 水又打草呀 草你就打... 不...草你就打水呀 水你打火呀 沒錯 就是這樣做一個黑屬性 這樣基本上就很容易贏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啦 盡量獲得200PT 就不要走去打100了 基本上你自己控制是很容易贏的 上當初其實就很難的 因為上當初其實它是自動的 那是不可以你自己的手 即是它一開始 那個先手條件基本上是隨機的 可能對方先手的 這樣就很難贏的 因為對方先... 說真的 誰先手就誰贏的啦 因為你出得第一回合的技 基本上會殺兩三隻的 那先說回現在吧 基本上...不是基本上 一定是你先手的 所以你做回那個傷刻 用完技就OK的了 那些石頭是怎樣呢 那些石頭其實可以... 不好意思...不是在這裏 那些石頭可以看到這裏 你去到某一個段數就可以拿到石頭 就是這麼簡單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拿石頭 就是成就任務 成就任務其實拿的石頭很少 例如本日 食事兩次 即是吃兩次... 這個... 廟里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進關的時候 那無閘共鬥一回 那即是你開一回共鬥啦 那是你開的 別人進去 你開完之後就可以拿兩石啦 那這些其實都是很少很少的石 只可以拿到 那還有什麼是大量拿石呢 那其實基本上每次更新有新人物 暫時來說都會有迷宮這件事 那如果你進入迷宮之後 究竟它會有多少石呢 那迷宮其實也相當多石的 那當然你說石多就... 也不錯啦 那你看到每... 即是一開始的時候就拿了 5石5石 那到後期其實10石 那最主要其實迷宮是幫助大家升級 以及拿到覺醒的珠 還有可以拿到升級珠 其實是很豐富的獎品 基本上我建議是打完140萬 那我自己也還沒打完啦 那其實你如果是有這個... 那每次抽回來三種角色 即是它每次更新之後有三種角色 如果你帶齊進去的話 你又再用那個角色 就有五倍的分數 那我自己是這樣玩的 那當然大家可以不抽那麼多 你抽一隻或者兩隻 對了抽兩隻其實... 五星那隻基本上都必中的啦 因為五星很容易中的 那你再抽多一隻六星的話 都會有四隻啦 那換言之就是四倍的啦 又或者如果你只抽一隻 五星都可以的三倍 那也不會太慢的 一星期的時間一定會打到140萬 我已經是氣力打的啦 沒錯啦 那裸石呢 今天就說到這裡啦 希望下一次可以說一些技能啦 Kiddy Cut啦 又或者是比較強的角色啦 Debuff那些可以教大家啦 那今天這條短片來到這裡啦 燃燒奧德塞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玩下去啦 那就是這麼多啦 如果喜歡這條短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謝謝大家 拜拜 如果看完這段短片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想得到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深入了解我 是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的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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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